心理资商专家林慧英问,我们去年初订婚,双方在南部的父母出资投笔款,让我们在台北买了三房一厅的公寓,一般近来十个月了。 半年前未婚夫好友A君在台北找到工作,暂时向我们租客房居住,不喜欢我们的沙发床,还自己买了大床。 他经常国内外出差。某晚我向他提起找房子自己住之事,他说要慢慢看合适购买的小公寓A君的不确定与居住时日的延长造成我们夫妻关系紧张,经常为此争吵。 虽然我俩本来就有些议题要处理,但未婚夫对这件事的态度并不积极,居然说A君买房子是他个人之事,我们管不住。 我想要自己和A君谈,但要如何表达才不会让他觉得我是在赶他出去呢? 答,听起来乃是和未婚夫共同拥有此公寓,乃和他一样都有权利表达如何管理次住所,以及谁住在里面。 乃不应该忧心忡忡地住在自己的公寓中,而是要挺起背脊,坚定地与两位男士分享乃的关注。 问题是乃收了房租,A君除了朋友外,也是乃的房客,想要请他出去就变得有点复杂,但是也较好说话。 未婚同居有如是婚,两人彼此适应各方面外,还得适应共同生活,本来就不该有外人身杂集中。 当初你俩都太好心收留朋友,可能也想减轻贷款负担,所以收了房租。 现在小俩口子为了A君而争吵,非常不值得首先当然是与未婚夫沟通,表示为了要保护房东权益,先和A君亲属短期租约。 理由是你们快结婚了,也准备生小孩,那时候父母会被上帮忙要住在客房内。 未婚夫感觉到乃不是要赶他朋友出去,而是在规划未来,他就听得进去。 然后两个人才商量是否要开个三人会议,表示对A君的尊重,将非正式的租赁转成正式房租契约,著名期限,给A君一点压力,明白他真的必须开始找房子住了。 Tuswa.com